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来西亚的怀疑聆听音乐员的状态 已经不再只是阿牛时代 光阳他们的时代的Vogue 现在创作能量马来西亚很强 尤其年轻一辈的创作音乐非常高 王明志入围金曲最佳男歌手 信手拈来的创作 轻松自然的曲风 打破歌王必须用力唱的刻板印象 我已经踏上征途 狂奔向你 尽一如反抗 一件的音唱 复古中带有温柔又明朗的简洁 却也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和现代感 你越相信我们其实永远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北方的那种文艺气 它的民谣的风格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对听音乐的角度的审美 也感觉这也反映在金曲甲上 小霞本名黄起身 灵魂式的唱腔还原声音本质 不找痕迹的小设计令人惊艳 苏运营轻亮了名男 声音表现轻盈淳朴 却又五彩斑斓 心想藏花就要亲来藏花 不去小别去客气 时候阳光来吧 它综合了 就有学术又有民族 其实以前在唱片时代 所谓的史丽弹表演能量很长 不一定适合唱片 金曲甲被视为华语乐坛指标 大陆星马歌手的创作多元 冲击并且丰富了台湾的音乐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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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